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开始学习打众是有三个小时的 是不是时间太长 怎么感觉做不了那么长时间 刚开始因为大家你看公司很多人 刚开始组织就是从那三个小时开始的 他们一天也有什么没做过 但照样也做些 听着音乐是可以的 但你在家说觉得三个小时过不多 你可以听一拜吗 听三个小时 不吵 一开始裂腿的时候不吵 你裂不出来 因为是盘腿做 刚开始是个障碍 因为你一会儿就疼 一会儿就不行了 就是裂盘腿 其实刚开始根本静不下来 好不容易静下来了 腿又疼了 开始又乱下 乱得 好不容易静下 几分几秒钟的静 然后腿疼 腿疼 你可以伸开伸开些一会儿 再排上 但不要下座 你可以换腿 来回单盘的可以换腿 双排的如果腿都不行 变成单排 单排的变成散排 这要坏着 坏着不断地这样换 也可以坐下来 其实腿也不是问题 其实到最后还是 心做不下来 烦躁 你听不下去了 你有什么 每天哪个时间点 是比你最好的 佛学不讲 不要齐齐二 就像道教会 其他的宗教会 就是门派去限制时间 东南西北方 所以一开始就不会让你 局限的这些 最好你是坐在太空里 因为其实本来也在太空 你就屁股挨着地球嘛 剩下的肩在太空里 那时间呢 现在就是按列的时间 时间 你有时间就做 如果对你这一生的程度来说的话 其实三个小时很少 就在家也许三个小时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这个是才一点点方便 算半个小时吧 是不是 这真是太少了 真的是 当然说在你修正之前 这些界地 要不断的不断的去透 要问 界地少不通的话 有时候修 就还是 但是有些东西 只是在修的过程中 要知道 有时候不知道 自己看不听自己 看别人还行 看自己有点 但是你要说我只是放松一下 休息一下 那半个小时就够了 累了 想休息一下 调心 但是你要想成到 你要想正个什么 那你三个小时 这个根本不多 八个小时 一天 这也就是最少 所以 那你说在稻草 在这个稻草 或者那是另大便 每天在这 那是另大便 你在家一个人修 你要想 短期的突破的话 你七八个小时 十秒多 三个到八个小时 如果有时间的话 选择一个法门 然后休息一下去 选择一个法门 然后休息一下去 那就先学借地了 先去从 因为 一个是定理 一个是会例嘛 会例是有时候 从温司开始的 因为智慧去绝照 你的起心动念 你日常的每一个行为 略自己的会例 就是那种绝照很亲民 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自己做事 在做什么 你怎么说话 你都清清楚楚 不是三四而后行 没句话说的时候 你都能绝照到 我在说话 我在说说 略这些东西 或者六度 还有修布施 修布施度 布施持戒人 入基地才的六个波罗蜜 布施的 布施不是说 你真的是拿个什么钱 什么 也不是这样 我知道 布施真的是你从内心 为了承到 能放下你的身心 放下你的心 当然说 你有很多渴望 对这个世界 所求的心很重 放下你那个所求 还有就是 放下你对身体的割裂 就是 就是那些东西 就是 这个身心的放下 这个也是 就是放下了三界 身心就是世界 三界 你如果很想留在这个世界 那你一定会很爱自己这个身心 破渠口 还有这个意识层面的这种渴求 就是这也是不思 忍辱 你忍受你的七情六欲 对你的诱惑和干扰 那也叫忍辱 你如如不动地坐在坐地上 忍受很多诱惑 那也叫忍辱 甚至你不跟这个世界的熟人 要去攀比 人家有别墅 我也要买一个 人家有好车 我也要买一个 你这也是忍辱 这也是忍辱 你脱熟吗 脱熟吗 就是 除此 就是 生活当中的事 用那个 平常心 随和的心态 去面临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 从修正的角度 这个就远远不够了 但是说你能每天保持平衡的心 那也是需要定理的 但是对我们大部分 普通人来说 这个世界 你在日常生活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 你每天面对的 你不是 因为这不是战争年代 和平时代 你面对的每天 甚至只有吃喝拉扎水 甚至是工作里边的一些小烦恼 或者家里的 你对生离死别都面对的 可能在这个年代都比较少 可能你关注的人都还没走 可能喜欢的人也没走 可能就有时候婚姻 或者什么 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都不是什么太大的灾难 不是什么 都 所以没什么 你说你心态能不平和 不可能 因为你没什么大事 你心态肯定是平和的 有事了 你的心态平和 那就是不一样 所以有事了 才能解决出你的功夫到不到 没事的时候 大家都心态平和 是不是 都在这儿 都平和 大家现在心态都平和 你说现在都成道了 肯定不是 是吧 就是不黏着 对这个事件的很多东西 更成了 就外境内境 如如不都不黏 就是 不会觉得耿耿于怀 很多事解决不了 就是四个负担 挂在心上的都是黏上的 就捏住了 被站住了 那就是 但是我们要是说 从 四处法说 可能是有因缘 有因果 或者是 两个就是 业力未了 或者是有 缘未了 那都是 那没办法 怀战没有怀法 就挂上了 这是从有违法讲的 从修正来讲 这个时候就是 你功夫不到 力未全 就是说 你的功力不够 才能让他站住 有的人说 没约的他站不住 有约才能站住 有约才能站住 最基本的还是 就是 一个是 鉴定会 一个是 鉴定会 一个是 鉴定会 一个会 就是通过文师 就是听开示 看经典 从佛那儿去 去思考 然后就去 想着 跟自己的实际情况 结合 自己的生气状 然后去找出 适合自己的那种方法 等等 那定就是要做人 要破六根的封叠 破就要 不那么散乱 这些 让自己这样子 去 本修禅定 我觉得你可以 关注一下 就是一栋门 网站上的经典 比如说法华 金刚经 现在马上 人也自己 如果讲了 这三部经 你要是真的是 不看懂的话 我觉得在 建立这方面 没有一个问题 在最起码修行 刚开始在修行 一共没问题 要听懂的 要反复地 把这基本经看 懂 有时候觉得自己看 会不会有脚印 也看不懂 不相信 还是时间短 还是你不熟 对经典不熟 时间也短 休息时间短 刚开始结束 对 因为刚开始修行 我们其实是 就是有说 面对着生活里面的 许多的问题 然后再修行 修行也成了个问题 听经也是 是个问题 什么 看着看着 都是问题 修行 反而是只是说 在红尘里面 公共红尘的那些问题之外 又加了个修行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觉得 有时候死不上尽 有时候觉得很久 很迷茫 尘道也很迷茫 出事也出不去 入事入不进去 对 都是问题 这个没关系的 随着你的修行 功夫的提高 都不是问题 但刚开始都是这样 带着问题 开始修行 带着疑惑 带着迷茫 开始往前走 佛的智慧 就是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旦有一天 看着尘道 所有的问题一了白 能有个接触佛法 或者说能幸福 那就不错 嗯 身边能接触到这样 就算不错了 再放回到家里 家里的感觉 就是你每天 看这些人 哦 那种感觉 是啊是 但这不代表 你不能承报 但就是 你反而是越接触不到 越珍惜 嗯 如果每天你坐在道场 你反而不见得 你多珍惜 这个就是这个 那就是这样 所以 没关系 因为你现在 其实慢慢的 你身边会越来越多信佛学佛的 还好 最起码现在有网络 你看什么经典 可以从网上找到 还有就是说 你要见哪个老师 只要他在网上呢 你点开就可以看 这个已经太好了 因为现在 其实真正的道场 都在网上了 已经网络 网络上 你得开都市 就是很多老师 你都可以在网上接触到 所有的四月的 是他的奖金录像 都在网上可以收到 这两个图文并忙 就一样的 就在 那你都不会 嗯 不会 分免了吧 就是觉得 啊 自己本身没有 没有 这些建议好 没有学习的基础 嗯 看各个老师 不知道各个老师 可能会自己不清楚 是的 你只要不执着 所以一直经典 一直经典 但是要博蓝 可以可以大量的看 没关系的 你很难去 但是你哪个也不执着 不要执着 你觉得 这个老师说的 今天这句话 对我的问题 有点帮助 那你就听嘛 你不代表你说 这个老师是 到了什么程度 或者老师其他的东西 说的是 对还是错 但是他这一句话 错误了我 他可能诗句里边有九句 只有一句话 错误了我 这一句是对的 剩下的可能对不对 政府是不是正的 也不重要 其实 但是你听了他那句话 就OK了 你就可以浏览了 再往上 你觉得自己 原来就是 自己这个能量不够 或者说 也没有能力去学很多 也希望说 比如说通过老师 也好 穿过一个 学习哪怕一个方法 通过一个点进 哪怕去进 如果说看了太多 多懒 建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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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法门上 可以学修一个 但建议上 你要开始 要慢慢的 就都设定 没关系 但你是带着疑问进入的话 你不会太纠结了 这里面 因为对你来说 你可能哪个都说 嗯 这样子 哦这样子 你去思考嘛 你慢慢慢慢就 就把它列起来了 可是这个老师 这块有 这个老师 每个学他 有用的嘛 都可以 嗯 你 现在的年龄 能够开车过来 来到这 出海这种稻草 我觉得已经可以 因为不迟嘛 你还年轻 嗯 有的人年龄很大 才开始接触佛学 你要年龄小 已经很好 现在学佛的调节很好了 就算是身边没有人支持 没有一个人学佛 就你一个都没问题 因为现在调节太好 就要十年二十年 就像我们以前 连个经典都找不到 因为没人印了 市面买都买不到 你想看不清都看不上 身边哪有人学佛 那个时候都 四月都破破烂烂烂 所以 现在已经调节很好 只是你越不越学而已 而且有经典你看就行 经典很好的老师 而且戒律 如果怕出批 那你持戒咯 有戒你就不会 一般不会出批 如果五戒 基本的杀到淫妄酒 你如果基本的五戒 老师不在身边 你要持戒 靠持戒就可以 一般不会出问题 嗯 有老师在那 老师看着就等于戒了 没人看就拿戒看着 过去老百 嗯 破戒这个 但一开始 因为 因为你破戒 就是说 基本的五戒 如果不 他不容易清静 倒不是说你破戒有什么 最要 那些倒不是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会把收射心啊 就是收射回来去持戒的话 你要清静下来很困难的 而且你的六根啊 会不断的往外跑 就是 叶耳鼻舌声音这个能量 崩溢啊 外边就像 褲流药 经常往外散 你要把它全部收回来 去修定 很困难的 就是 就是偶然能静下来 这已经不错了 因为你往外不停的跑 你怎么能够定住呢 定住是一定要收回来才能定下来 把心收回来 但是心收回来是 开始散乱啊 什么 是靠戒 就是如果吃 释迦牟尼佛 他去 他去给你制定的 基本的五戒 啥到遗忘 他是考虑过 他不是无缘无缘给人制定 给他的弟子们 带个镣铐啊 谁不希望他的弟子 开开心心成佛啊 是不是 为什么弟子修的已经够苦了 他再给他上个手铐 他不知道欲望的 这些限制欲望 他是很辛苦的嘛 但是他知道 你要是不那样 你会很散乱的 你永远定不住 他会 因为诱惑太多了 而且鱼太多了 主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太多的鱼 触鱼我们就跑了 触鱼就新跑了 那么在这么多鱼里面 先拿借盆 给你个围桥把你圈起来 那么短时间里 当你开始成长长大的时候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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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 就会开始 你可以逐渐逐渐逐渐就活了 就这么修了 刚开始是需要 尤其老师不在旁边 尤其你有些 因为一旦你心跑了出去 就屁股 没法急 接着 接着 你不能这样 接着 去 你 快点 这就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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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